不同類型環保性建材成效差異之探討 大綱分為六大項 1. 前沿 誒 這些是什麼啊? 這些就是學綱藉 之前利用不同的餐料做出來的試題 誒 那研究了這麼多不同的餐料 有沒有哪一種可以當作環保性建材 可是它的成效也會不錯呢 對誒 之前我們查詢過的文獻資料 都是針對單一材料來做研究而已 也許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餐料來做個比較 並分析它們之間的差異 好啊 那走 我們一起去試驗看看吧 研究目的 探討廢灰 廢棄顆殼 廢棄玻璃 廢棄橡膠 及廢棄不鏽鋼粉的再利用可行性 2. 研究方法 以下是我們的研究餐料 配比設計 照CNS規範 以取代水泥及取代砂的形式 探討五種環保性建材在兩種比例 與兩個零期探入水泥砂漿之抗壓強度差異 研究流程 3. 文獻探討 水泥砂漿主要原料為水 水泥 細補材 針對不同需求會適當添加餐料 可可粉取代5%的砂有高於普通水泥砂漿的趨勢 此時扮演填充孔系的角色 非會加入水泥砂漿中可改善工作性 減少蜜水及乾縮 降低水化熱 增進抗硫酸鹽能力與降低碱力量反應等 添加橡膠粉本身強度就會明顯降低 當取代量增加看壓強度則會明顯變小 但因其具有隔熱等特性於是納入研究 玻璃粉加入建材內作為填充材 以取代形式撐入水泥砂漿會以比例增加而使強度提升 不鏽鋼粉可發揮其普作藍作用 增強間接能力 填塞捆系 有鑑於上述5種環保新建材 都有研究驗證過加入水泥砂漿的可行性 因此我們針對這5種材料加以探討 4. 試驗結果 不同類型環保新建材取代砂漿成效分析 無論早期晚期強度皆是飛灰最高 其次為不鏽鋼粉 可可粉 玻璃粉 普通水泥砂漿 最後是橡膠粉 取代比例皆以5%強度大於10% 不同類型環保新建材取代水泥之成效分析 和取代砂一樣 無論早期或晚期強度皆以飛灰最高 其次為不鏽鋼粉 取代比例皆以5%強度大於10% 七天零期環保新建材質抗壓強度 第一名 飛灰取代5%水泥 41.7M帕 第二名 飛灰取代10%水泥 40.7M帕 第三名 不鏽鋼粉取代5%水泥 40.2M帕 第四名 飛灰取代5%砂 39.3M帕 第五名 可可粉取代5%水泥 38.7M帕 二十八天零期環保新建材質抗壓強度 第一名 飛灰取代5%水泥 49.4M帕 第二名 飛灰取代5%砂 48.5M帕 第三名 不鏽鋼粉取代5%水泥 48.2M帕 第四名 飛灰取代10%水泥和不鏽鋼粉取代5%砂 48M帕 第五名 飛灰取代10%砂 47M帕 各再生餐料以取代砂之形式 掺入水泥沙漿之经济效益分析 结果显示 飛灰取代10%砂效果最好达0.4% 其次为 飛灰取代5%砂 0.2% 香蕉粉和玻璃粉以5% 10%取代砂经济效益皆与0%相同 各再生餐料以取代水泥之形式 掺入水泥沙漿之经济效益分析 结果显示 飛灰和玻璃粉取代10%水泥的经济效益最佳 结为5.8% 其次为 橡胶粉取代10%水泥 5.1% 综上所述 在取代砂方面 飛灰 玻璃粉 可可粉 橡胶粉的经济效益皆大于普通水泥沙漿 不受钢粉的经济效益最低 而 取代水泥方面 飛灰的经济效益为正值 橡胶粉 玻璃粉皆与普通水泥沙漿相同 而 可可粉 不受钢粉的经济效益最差 5.结论 环保新建材 取代砂及取代水泥的早期强度 与晚期强度 抗压成效皆相同 第一名是 飞灰 第二名是 不锈钢粉 第三名是 可可粉 第四名是 玻璃粉 橡胶粉最低且低于普通水泥沙漿 早晚期强度 皆是 飞灰取代5%水泥为最佳 早期强度 以取代水泥较佳 晚期强度 并无明显差异 成效最佳者为 飞灰 其次是 不锈钢粉 及可可粉 取代比例皆以5%为最佳 所有在生餐料中 飞灰的经济效益最佳 且抗压强度最好 玻璃粉和橡胶粉在取代水泥方面 经济效益可达5.8%及5.1% 其中 玻璃粉的抗压强度 又叫不用水泥沙漿高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虽然部分产料没有达到较佳的经济效益 但为了环保 增加些许成本 使飞气物达到完善的循环利用 也可以减少一件产业中 长期存在的水泥制造污染 及天然资源匮乏等问题 生活应用 牡利可有隔音 隔热 防火的特性 可以用于隔音材 防火砖 或青植材料的建筑工程中 飞灰式普作兰材料 可以应用于聚集混凝土工程 香蕉粉为高分子材料 加入水泥沙漿中 虽然会使抗压强度降低 仍可运用于隔尖墙 或相关青植材料的建筑工程中 飞玻璃有多孔性材料的特性 可以尝试用于需要隔音隔热性质的建筑工程 不锈钢粉可以提高建筑物的耐久性和抗腐蚀性 可以运用于桥梁 墙壁 或需进行腐蚀防护的建筑 六 参考文献 谢谢评审